刚买了个别墅 没想到居然能发生这样的事 这不是刚买个房子吗 我就合计自己先收拾收拾屋 竟然发现水飞往交了 于是乎我就想到去隔壁借点水 要我说呀人倒霉呀 喝凉水一头塞呀 这大个地儿就只有我这么一个住户 正当我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 终于看到了有个业主啊 于是乎我立马追了上去 哎你好你好 终于来了进来了 啊不是你看出来了 你就天天在外面工作室那么黑 当然能看得出来 是有点黑啊 这些灯啊 现在你帮我装一下啊 一会儿把你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没有什么需要麻烦你的啊 就这里啊谢谢 说实话当时我是懵的 但我毕竟是过来借水的 想一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我就合计我人心善 你就帮个忙没 来看看 这装的怎么样 确实可以啊就装得好 那必须的嘛 老板确实没骗我 啥玩意就老板呢 二维码给我帮我 不是我是过来 我们人到了 可以开始帮我 你谁啊 这不是导算去邻居那借点水吗 但是我感觉啊 这里边肯定夹杂了很多的误会 不是你谁啊你 不是你刚才也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对吧同行也没有这么干的嘛 啥玩意就同行啊 我跟你随我啊大哥来帮我报警吧直接 不是大姐没必要嘛你请我给你讲我 可正当我要解释的时候我两眼一黑啊 当我再出去来的时候居然呗 嘿嘿嘿 哎 得亏我刚刚那大姐帮我啊 我告诉你我已经叫事业了啊 不过你就等着扶法了 哎你好业主 由于我们的管理不上给你添麻烦吗 这主要你看是我自己住啊 出事了怎么办啊 是是是 交交给我反正处理 哎 哎哎 哎你怎么在下面啊 啊 我下去接你 哎呦你刚才有啥误会啊 这也是咱们夜主啊 就算你这马路杯面啊 哎呦我天呐 这不 这给我晒的黑了八个肚 都赶上那麽老丑了都 不是 你住我对面你喂随我干嘛呀 我啥时候喂随你了 那你跟着我进来干什么呀 大姐我家停水了 我想上你家借点水 那你跟我干什么活呀 你给我机会跟你说了吗 误会误会吧 哎都是误会 没事的 嗯没事辛苦您了 那个您回去先歇着吧啊 你 不是不是你要你要干嘛呀 我真是没想到啊 来邻居家借水还能发生这种事 哎哎你怎么在下面啊 啊 我下去接你 哎呦你刚才有啥误会啊 这也是咱们夜主啊 就算你这马路杯面啊 哎呦我天呐 这不 这给我塞的黑了八个肚 都赶上那麽老丑了都 不是你住我对面你喂随我干嘛呀 我啥时候喂随你了 那你跟着我进来干什么呀 大姐我家停水了 我想上你家借点水 那你跟我干什么活呀 你给我机会跟你说了吗 误会误会吧 哎都是误会 没事的 嗯没事辛苦您了 那个您回去先歇着吧啊 你 不是不是你要你要干嘛呀 我干什么 你想想 我来你家的目的是干啥呀 啊 所以说我能向您借一点水用用吗 咱就是说你说这活我也给你干了 对吧 人物 人物还 人物还让你给绑了 哎你自便吧你自便你 好家伙呀为了借点水我是当牛又做马呀 不过好在终于借上了水 忙碌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收拾好 就在这个时候我手机突然响了 我定睛一看 这不是我网店女友吗 她跟我说今天她碰到了个大变态 我刚要跟她吐槽她就说她要给她闺蜜打个电话 那我喝酒我也就变闲着了 出去扔个垃圾 我去 正当我没走几步的时候 我竟然听到那个女的打电话说我坏话 忍不了 根本忍不了 于是乎我就打算找她理论一番 你跟她干啥呢 你干啥呀 你埋她我干啥呀 不是 你埋她就埋她了 等等等一下 你是在跟你闺蜜打电话吗 不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吧 是 啊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帮个家伙啊 差点以为和我网店女友住一个小区了 这不是何其出去扔个垃圾吗 发现那个女的居然在埋她我 我这脾气根本忍不了 于是乎我们开始了长达半个小时的语言艺术 不你赶紧走吧 我告诉你我男朋友啊 真的一米八的大盖 哎呀一米八 你瞅瞅你的样子 不是我的 不是你等会我咋的了我呀 哎呀你看看你真的大肥屁股一身油的 不是 咱就是说啊 你能不能不如我了 你这么的来 你这么的 你这么的 干嘛干嘛你 你给她叫下来 对不我跟你说不明白 真的我给你家大人说不明白啊 对不对 你现在给她打电话 来 我给她打电话 我告诉你我就给她打电话 你等着啊 啊行我等着 于是乎她又打了一次 这么烦 怎么事儿 你接呀 我在地 我不想接我不接你 管我接不接电话呢 再一个 你接完一只小烦死 这是啥 闹钟 我接闹钟啊 我跟闹钟俩打电话呀 咱就是说 不会是 男朋友不在身边啊 网恋的 嘿嘿嘿 骗我 你才网恋的你看我这样 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的 对 你就是要这么智商没智商啊 要情商没情商啊 这么天啊 我也我也 我也不跟你计较 那我就有点想不通啊 你看看啊 我帮你干活 对不对 我一分钱没要啊 我想啊 我是不想借个水 啊 那我没借你啊 啊对你借我了 我知道借我了 那咱俩是退一半步来 我先我先退两步 咱俩退一半步来讲啊 是不是只是个误会 那不如就 邻里邻居的对不 我也住你隔壁 那咱俩就握手言和 交个朋友 啊你防我这事儿 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对不对 也没有啥大事儿 行吧行 你就吵吵一下午了 我叫董凤厨 叫我兔子就行 啊兔子 你叫叫啥 兔子啊 这不是刚搬到别墅吗 就发生了一件大乌鱼的事儿 本来河去出海钓几天鱼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啥事儿都能让我遇上 我刚出门就发现我的游艇 不知道让谁创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呦 好巧不巧 这不是我好邻居 仲小姐吗 啊 怎么的 昨天绑我 是吧 给我楞泳池 要我当义工 今天 怎么 就直接给我游艇创了 看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还不故意 你明天把我房子给点了多好 你不是故意 你瞅瞅都给我创的啊 都堆那去了啊 咱人不说你故不故意啊 我这本来河地 让你咋的 放松放松心情 对不对 这出海开游艇 钓钓鱼 啊 这下好了 我这现在我啥心情 于是乎我就心生一计 这么的吧 看你挺瘦肉 反正你的车技 也就这样了 你别你别展现了啊 你就帮我干点活 反正我的船 我有保险啊 不用你赔了 我考虑考虑 行那你考虑吧 反正我这个 船维修一下乱七八糟 好几万啊 你考虑吧 干啥 干啥去啊 干活 找错了 我也没说去我家干活啊 那去哪啊 这边去买套房了 说实话啊 我这个人吧 比较继承 你让我干一倍的活 我就让你返回十倍 来干吧给你 我需要干嘛呀 没有眼力见 没看面前这些 没有干完那活吗 啊 啊对 还有我家后院的泳池 给我打走 我还得给你刷泳池 那咋的了 你给我把泳池不说了 我让你给我把泳池熟得干净 不犯毛病吧 我不干了 你不干了 咋的你撂绝的了 啊 啊 你回来